正在講 正在講 其實我沒有講太多性的東西 有些東西在前面講 然後 先謝謝陳洋森老師 因為其實我會辦這一系列的演講 是幾次跟陳洋森老師在我們青檯 其實會內部有一個財政平台開會 後來覺得參與是預算蠻好玩的 應該辦機上座堂 吸引大家來參與 吸引大家來同住 所以才開始辦這一系列的座堂 這些東西有些如果參加過第三場的話 應該聽我稍微講過 所以我會盡量快一點 因為等一下還有洪現場在押走 如果你們在社會學界看到陳洋森老師要敬禮的話 在金融界在財政界看到洪洋森現場 也是絕對要學東京 從此是當過洪現場的助理 我當時是還在念大學 沒辦法當助理 其實如果你們有印象的話 上一場臨時來幫洪洋森主持的 蔡家豪老師 還也說當過洪洋森現場的助理 所以就知道洪現場在 我們預算界財政界的備份 那我來講一下現在各個地方政府的一些財政狀況 所以我們用一個自愁財源的指標來看的話 這個可以看出一些狀況 我特別把台中市標出來 因為各個地方政府它的財政能力 如果再去除以它的人數的話 換算一個人均財政能力 其實第一名在金門縣 如果大家有投過金門高粱的話 就知道金門酒廠一年貢獻金門縣 這大概是47億 那這個模式呢 也不見得大家都有辦法複製了 很多做工業事業不一定都做得很好 那第二名當然就是台北市 這人均財政能力是第二名最高的 那全國的平均大概落在台中市 那大概比全國的平均只在少掉200多塊 最接近平均的 那這個就是看自首台的指標 我們就發現其實在地方政府 彼此之間 他的財政能力是不平均的 講一個奇怪的話就是 我們崇澤兄是無話不談的朋友 而且是常常互相吐槽的朋友 像當台湾四代有機會跟他說 那這種水平的不平衡 都還沒處理掉 你怎麼去處理四代的問題呢 甚至那個族群別有沒有 有些預算是在特別 特定的族群身上享受得到 有些族群是享受不到 這些問題也不處理 怎麼去處理四代的問題 就常常會這樣 讓最浪費求進步 所以這樣比較能夠討論事情 那另外來看財政能力 剛剛是財政收入的能力 那在財政支出上 我們去做比較的話 那財政支出的話 來看財政支出最強的 是澎湖縣 因為他離島 歡算人均之後 他比較好 因為他比較的過風建設 再加上有像離島建設 那各個縣市政府的台名 財政支出第二名是台北市 那財政支出最後一名 這個是彰化縣 桃園縣 雲林縣 台中市 台中市就比較好玩了 記得剛剛講財政努力的時候 台中市大概是全國 已經辦得平均了 大概是第八名 但是 換算支出的時候呢 他卻落到了第四名 所以 有人問我說 吳志強市長說 他是全國舉債最低的志強市 你覺得呢 我說是啊 但是有錢 就不願意花 有財政能力 卻不願意蓋捷運 所以只通了比亞體 所以當然他的財政支出能力 就變弱 那各縣市 地方政府 普遍遇到的問題 都是依賴中央投資 跟被稅款跟不住房 這個是依賴的百分比 如果你看總計的話 各地方政府 包括他的統籌稅款 跟補助款的收入 佔他自己稅度的比例 平均大概到59% 也就是說 各個地方政府 有六成左右的錢 人都來自 中央基地的統籌款 或是你補助款的收入 如果去掉這六成 我想 各個地方政府 自己的自首財源 恐怕連人是被付得多不夠 那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地方政府 怎麼會有財政的自主的能力呢 那他當然不覺得這些財政呢 是我自己的收入 我只要跟中央要 我就可以要到這些收入 當然 在支出上的 就比較沒有節制的 動機了 那來看人事費 佔稅數 佔自由財源的比例 可以看人事費佔稅數的比重 這個是各地方政府的人均的 其實這幾年 稍稍有點下降 但是這個下降的幅度不高 也就是說 我的人事費佔稅數人比重 大概都是五成六 也就是說 不管哪一個地方政府 有人高有人低 但是呢 你一半的稅數人 都在付人事費用 都在付人事費用 那如果是你自己的 自有財源 包括中央給你的統籌款 佔人事費的比重 大概也是七成多 這個比例就更高了 所以這個反應的就是 稅數結構是非常強化的 每年編列預算 我們想去探討說 有多少 預算是可以自己來 讓市民啊 讓縣民啊 來做參與式的預算 但是去發現說 一年的稅數裡面 一半都在編成事費用 那另外呢 包括法定的社福啊 法定的義務支出啊 這些編列 所以地方政府能夠自己決定的財源 就非常有限 這個是我們要先知道 才有辦法去訪問的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地方政府稅入稅數之間 它是不平衡的 所以大家看到這零一下 就平均每年呢 這個預算執行的結果呢 這個是稅數 這個是稅入 稅數比稅入高 那只好每年都有一個 都有一個財政赤字 那這個財政赤字就必須靠 舉借債務的資金 那長年累積下來 一直靠舉借債務 你的債務當然就越多越大 越多越大 那再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五都之後 地方政府在訪酬分配稅款 的分配比例 喔對 我剛看那個 訪中者 王博士他做的投影片 非常經常對不對 他每次都覺得 我做的投影片 都沒有過慘痛 還好呢 那個 鄉民力量大 我們有一個好朋友在現場 叫Wissey 他其實就看不下 沒有辦法把投影片的 配色啦 東西要重新調整 內容當然是我的啦 如果他能夠內容 自動產生的話 或者是可以帶出來 影響 那當然就更好了 那他幫我做一下 重新配色之後 好了 這都是 手工做出來的 我們的中環統 怎麼會被稅款 大概來自營業稅 有40% 所得稅 貨物稅的10% 包括土地增值稅啊 那現市車期的部分 那這個統籌分配稅款 怎麼分配給各個縣市呢 就出現水平的不公平的問題 你看這個是61% 也就是說 五都格局形成之後 有61%統籌款 分配給直轄市 那另外24% 再分配給縣市 所以呢 直轄市享受到的財政大域 在統籌分配稅檔上 確實是比較優惡 當然他的人口也多啦 但是縣市的土地面積卻比較大 那鄉鎮更少 那這個還沒有五都之前 是43、39、12 五都之後更往這裡形成 那今年年底 除了五都之外 又多了第六都 還有桃園 現身為桃園市 那這部分 直轄市分配的這61% 也會再提高 那還有故事喔 就仔細看 這直轄市裡面的61% 怎麼分 是60給台北市 剩下的五都、四都 去分這1%呢 买市多少 分給台北市 其他去分 這個分配公司 就照營利失業營業額 人口、股低面積、財政能力 各佔50、20、20% 的全眾去分配 全眾最高的 百分之50 來自營利失業營業額 那我問你們 五都六都裡面 營利失業營業額 比重最高的 會是哪一個現實 台北市對不對 但是工廠會在哪裡 你們講哪裏是哪裏是哪裏 你們哪裏是哪裏 哪裏是哪裏 有人講台中 我想應該是台中出生 講台中 大概是台中出生 講高雄就高雄出生 但是怎麼講 都沒有人講說工廠在台北 對不對 但是營利失業營業額 確實穿這個權重的話 台北市分的是比較低 其實如果你們注意 一個議題的話 就是 今年不是高雄七爆嗎 再來問說高雄市政務 為什麼不願意自己去處理 自己去救災 還來跟我行政務要錢 對不對 那高雄市長 陳菊就說 因為 工廠分配水管 分配當中有一些不公平的 我高雄市沒有足夠的產生努力 所以我必須跟中央政府 要一些救災的反向 這當然 因為他歷史 在分配上 就有這個制度的缺陷在裡面這樣 那債務累積龐大 其實這個是從精審之後 以前精審之前 各個縣市政府 還有省的同桌款 但是精審之後 沒有省的同桌款 那原來省府的營業稅 被拿到中央的 那種中央的稅收 只有四成拿來當同桌款的產業 那地方政府他的收入跟支出 之間越來越不適合 就繼續靠債務的累積 來支援這樣 那地方政府 現在採訪期債務 大概是8000多億 中央政府大概是 差不多6000多億 你們聽這幾場下來 你是不是常常聽到一個數字 叫做幾億幾兆 對不對 你們是不是會很羨慕說 我們這種人都一來一去照來照去 對不對 好像我們就跟你的公子一樣有錢 對不對 但是錯了 他們是資產 我們是負債 我們都是負的 我們都是欠債 而且當財政局長 最可憐 明年的財政局的支出 大概給工費啊等等 跟我們花不了多少錢 但是收入都是你要負責 你要做這種工作啊 然後地方政府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潛堂負債 就是剛剛曹哲雄在講的 也就是冰山下面 再還有裡面一下 我們要看到 這部分主要來自哪裡 一個是舊制的軍公教 新制的軍公教 這就已經 因為我們都擊破不足嘛 那還有一些包括 像全民健保啦 勞保啊這些 那還有比例很大 你們有沒有聽過18%優惠全款 有沒有領過 沒有齁 我跟易堅以前在 我們現在侵控 我們過13%的 給工優惠全款 可是耳度呢 因為我們太差了 大概太年輕 結果耳度 48萬還是50萬吧 所以一年大概 你13%就多了 四五千塊的總金 還不錯吧 那如果有200萬 你18%好不好 很好對不對 對不起 你們沒有心智的年資 就算你們現在考上公務員 你們沒辦法享受這麼好的單 但是誰要買單 國家買單吧 國家買單就是你們買單 就是未來大家去承擔吧 這個就是 真的就是標準 剛剛從哲修講 這真的就是時代的問題 現在的退休金 就遇到這種狀況 你越早領越好 先領先贏 那你還沒領的未來 你就必須備這個潛藏性的負債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包括很多的縣市舉債 都達到公債法上限 那因為財政需求 因為隨著五度升格 財政需求在擴張 但是它所增加的財源 卻十分有限 所以未來越來越 越來越依靠債務的固件這樣 那依賴舉債就有一個問題了 大家知道這個負息嗎 如果你先卡在千五千塊 大概要還多少錢 很大一個比例就是利息錢 那還好地方政府 或是中央政府 他的利息算低 現在利率到1% 大概0.8左右 那但是這個利息錢呢 卻還是會排擠到你政府的支出 未來如果利率反轉 利率就高了 那你利息支出就變大了 所以2012年光 地方政府的利息支出 債務復席 最大都比較容易 這還是利率低的時候 利率變高的時候 像2008年那時候 債務復席到170幾天 那中央政府就更夠了 如果你看中央政府 變這個債務復席 是上千億的再變這樣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地方政府 在財務結構上是弱化的 因為移轉資產 反債在償債化 本來是讓你融通使用 一年內調度使用 你就把調 但是因為我財政實際上 很困難啊 超級的債務 都已經去借到上限了 那只好把短期的債務拿來 當常債使用 那你短債都用光了 你比你公債法的30%上限 所以你當你需要 付人事費 需要付工程款 你本來還有一個融通調度的 你就沒有了 那只好付出工程款 只好薪水持發 這個問題都會從這邊延伸下來 那我們看一下各個地方政府 他的公共債務總計表 看一個實際數就好 總計各個地方政府的 中央跟地方政府全部 各級政府的負債是五兆九千多億 那最大一個比例來自中央政府 差不多兩千多億 那地方政府長期債務部分 大概接近七千億 那未滿一年這個短債 大概1700多億等等 那特別標出來 這個有一個宜蘭縣跟苗栗縣 他們長債跟短債比例都破表 記得當年從哲兄去宜蘭 當財政處長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他在跳舞 因為前面的縣長 前面的財政處長 把這個債務去借到破比 那從哲兄負責去散後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辛苦的事情 那苗栗縣這裡排在區 我看到的數據 他這個長期債務 他的預算數只有49% 但他實際數率已經標到61%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呢 這是太不可思議了對不對 預算數代表沒有編預算 那實際數就是說 我預算編這麼多 我事實上沒有這麼多 台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他編了700多億的舉借預算 譬如說要蓋台中塔 要蓋谷歌漢美術館 但是這種預算就很難執行 台中塔你要怎麼蓋 三四百公尺那麼高 技術上沒有不難怎麼蓋 那谷歌漢美術館 谷歌它用VA塔你怎麼蓋 那最後他編了700多億 實際上只執行300多億 他的舉借預算 但是他這個工程沒辦法記起來 沒辦法做 那苗栗仙就很奇怪了 我一直在追問他們到底怎麼了 你舉债才編189億 但是你已經花了230億 那你沒有債預算數裡面 你也可以去舉债 這個也太神奇太厲害了吧 怎麼沒有被監察院談的 還是有被談的 但是還是找錯 不知道這太厲害了 原來公債法有一個規範 規範政府的舉债上限 這其實就是我們現場 當我們立委的時候 有訂的公債法 然後我們去年做了一個修正 在今年走進試用 以前是三年平均GNP 那現在改成三年平均GDP 現在改成是中華政府的 有40.6% 然後之下是政府的有7.6% 那縣市政府的舉债 只有自己預算是50% 這個一年以上長期債務的上限 但是去年的公債法修法之後 過了一個新的問題 然後新增格的支架是 可以加速舉债 本來一年你新增格的債務是 你的預算是15% 你不能說我今年預算花100塊 那我全部100塊都舉债了 這也太誇張了 只有15塊可以舉债 但是新增格的支架是 讓你加速舉债 可以舉高20% 這個速度也太快了一些 那這個群眾歸納在這裡 那還要自己連接再現歸納 注意喔 這裡很好玩 就是縣市的舉债 以前是45% 現在歸納了50% 如果看這張表 原來舊法 是三年平均GNP的48% 其中四個有一個中央政府 北高3.6.1.8 縣市政府2個勝 那縣市政府先破秒 超過是2個勝 但不知道你懲罰哪個縣市 給大家一起懲罰 懲罰2個勝 那後來呢 其實這邊就是說 因為五都啊 他們也十四峽市啊 但是台北不是高雄啊 他們有舉债額度沒有 就要求政府會改為7.25勝 然後從台北當中 拿一些在線額度給其他用 中央政府會給一些在線額度 那縣市政府呢 就要求提高 原來行政院提出來是1.43 就要求提高到1.53 後來三股的時候呢 就再增加一些 增加1.53 也就是說縣市政府啊 直轄市政府啊 包括財政部啊 聯手在讓我們的在線管制啊 放外 這個叫做什麼 提代條款 你們有腰尾變出的經驗嗎 你們腰尾不是七年就會 就常常點頭啊 因為 怎麼樣 怎麼講 你說如果常常變胖啊 只好把皮帶再放寬啊 那等到有一天 皮帶撐不住了 那就是你腰尾太大的時候啊 那我們的在線規範就是這個 皮帶的狀況啊 因為我們在線一直成長一直成長 那慢慢的就突破公債法的限制啊 那怎麼辦 負責任就說 那就不要再接了嘛 那就還錢嘛 那不負責任就說 那我們就想辦法去放寬再線啊 把皮帶再送換一點就好了 最後就發生了問題就是 像從這個當那個圖裡面 那個冰山就越來越大 債務的累積就越來越大 那不只這樣喔 地方政府還有一些規避再線的做法 還會去把做一些數字的操縫啊等等啊 讓他復活在線規範 這個以前 從這區域之前的離藍線 藍頭線 苗栗線都這個狀況 他們去把分布做到 然後讓那個在線的30%比例的 30%的比例下降 這有一些問題 時間回去稍微調一下 那地方財政食物喔 我想今天要應用這個時間 多問大家的問題就是 我們強調的是公民參與 但是呢 傳統的預算的做法 卻是一種政治廣東的做法 我就注意到的也是 我們提一個參與師預算 他說 每個區呢都要變一千萬 台北12個區呢 要變一兩千萬 讓里長、社區協會 各團體來提案 運用這理線 里長可以參與 社區協會可以參與 各團體可以參與 可以運用這理線 那市民可不可以提案 你知道喔 那另外就是公民參與 跟政治法團 其實有時候是一線制的 美其米是社區的參與師預算 其實就是基層建設 經費的復批 這種是二批政治 那像 它變在不同名額 像基層建設 小型工程會 小型零星工程 它有一種 就變在第二玉備金 因為第二玉備金 是一個火的錢 只要你動自了第二玉備金 它可以歸大到不同的科目 它可以歸大到不同的科目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有很多 預算上的彈性可以使用 所以呢 很多議員的配合環 理想的配合環 就變在第二玉備金 像台北市 過去就有 變一個固定額度的 那後來陳那邊 當市長的時候 把他取消到 所以輔會就不合行 那來然後就常來講 那講到這個 如果你知道這個故事喔 你就會常常固定一個問題 某個縣市輔會合行 就會懷疑是變得多少 配合環境的利員 不是很小人對不對 但是實務上發生的狀況就是這樣 那如果輔會不合行 我才常常就覺得 這個不是議員的配合環境 常常就是遇到這種狀況 那人民的血案錢 就容易輪為民意代表的施放権 本來民意代表 接受我們的選票 托付他去監督市政府 但是民意代表呢 去他的施放権之後 就不再監督市政府 這實在是一個很奇怪的節目 那這個不是台北市有 台北市有議員配合環 理長配合環 這個現在沒有固定額度 但是理長配合環 我問一個朋友 他跟我說台北市還有 固定額度的理長配合環 我每次經過那個 邵修肥的電器行 他是一個理長家 他說那個進澳 就去那邊領啊 我很想去問他說 理長有沒有配合環 大概是多少錢 我想我進去他一定不會問 他可能會問我 我是不是要他去嗎 那新北市也有這個狀況 不只高雄市也有這個狀況 高雄市這個詞訊揭露比較清楚 因為有一個民間團體去跟高雄市政府抗議 他說影演編10億 那里長呢 一人20萬 一人呢 一人1200萬 這個部分呢 是不對 跟嚴肅滿對 那其實有一個比較 慢慢比較不錯的做法 是經費使用 慢慢比較厚 議員的配合環 用在哪裡 你用在人行道 用在A型恐怖 用在哪裡 你要把合定的金額 招標的方式 得要廠商公佈 但是台北市是半年 才公佈一次 你只能事後見到他 那另外相對社團補助 你是補貼公車跳駕 然後你是補助市委會 市委會 市委會 市委會等等 這個補助的對象 然後 那再來就是強調 財政透明度有幾個做法 包括資訊公開 財政透明度 這剛講的 例如說招標的程序 施工品質的顧面 那最重要就是我們今天 包括前面幾場在講的 參與市的民主 參與市的預算 從政台灣努力展 這個如果你們有聽前幾場的話 那講的比我更精彩 結果時間也到了 我們就不在意 講太多了 但是我最後強調一個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推動 參與市預算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絕對是首長 市長要支持 這個參與市預算推動的過程 我們才能夠持續穩定 那第二個 要有公民團體的投入 來帶領大家 怎麼做這個參與市的預算 預算的程序 預算的一些制度 法規規定法規方面 怎麼去了解 包括明確的預算規則 誰可以實施參與市的預算 誰可以得到參與市預算的錢 哪個情況可以得到 那是用投票的方式呢 用讓大家去體驗呢 那這個也很重要 大家參與預算的努力 這個可以藉由這個參與的過程 去培養出來 參與的賠益的過程 包括這個資訊的傳播 包括我們去分析這些預算資訊 需要一個標準化的分析過程 這個是參與市預算在做的 那他有每年幾個月在做什麼事情 這個我之前講過 如果等一下還有時間 我們在這個過程來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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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